曹景嵐 65岁 丧偶 无子女 住房面积 79平 退休金 2800元 我现在这人瞅着挺普世的 不像你看那个电视的眼镜相亲 那一个一个都花了 胡哨的 撤舞的 没看着今天成天旅游的 这能过日吗 这多少钱呢 可哪有的 可哪有矿子呢 那样的找我钱我都不要 我有过孩子 孩子有过 死了 哎呀 是一幕一幕的 走在眼前晃 反正我要寂寞的时候 我就想这件事 咱这命怎么这样 怪不得是命不好 谁还可以说 就是命不好 十八九岁时候就没有父母了 在哥跟前不行 哥姓嫂子不行 这个你谁都能理解 那只有自己找的相 自己给自己找出路 我命不好吧 找两个让务 两个让务都不行 第一个让务他不行 他只可哪儿骗你 不行 生活对朋友有问题 不行 根本就不行 我有个朋友里的压制 他就拿这儿 他就拿这儿 我实在是过不了了 拉到了 我第二个丈夫对我可好了 他虽然那时候开的少啊 那时候九几年时候 他们单位工人他开35块钱 完了他有机会儿 他不有孩子吗 他要孩子和他原先前期借的那个工会借的钱 2000多块钱 一月开35块钱 你知道我们扣多少年才能扣完这35 就这个2000多块钱 哎呀 差不多得有15年吧 那你多认可嫁给他 人好啊 人对我好啊 那真对你真好啊 怎么个对你好跟我说说 哎妈呀 你那天晚上是我也饿呀 年轻孩子 晚上半夜起来 我整个头什么都有 随手就能跟他吃 可是他一直热了 他今天走了四年了 自从那个孩子没了以后 好阿姨这一辈子就没再怀上过孩子 好在嫁给第二人丈夫后 丈夫对他的百般体贴 让他心里暂时弥补了这份遗憾 可是老天爷就像见不得他过好日子似的 四年前丈夫突然因病去世了 好阿姨感觉啊 这个世界上又剩下他一个人了 哎呀 不是寂寞吗 过年过节就是寂寞 万一要是有个感冒发烧 那个友人给你拿个药 拿个水 没有别的心 没有别的想法我 我人我像女人 你能不能像我 好阿姨觉得孔熟的各方面啊 都挺符合自己的择偶标准的 孔熟的择偶要求就跟他的人一样 简单朴实 红娘也打电话征选了孔熟的意见 告诉他啊 有一个阿姨看过他的节目 很想认识认识他 按照孔熟的意思啊 红娘带着好阿姨再次来到了孔熟家 孔熟军68岁 离异公租房 退休金3900元 哎呦 又见面了 又见面了 又想了 来 我先介绍一下的 这是孔熟军 之前这个都值得了 他看过你节目 然后这个叫郝景兰 对 握手啊 你俩 好干净的 你俩挺干净的 现在房子就是没有我家大了 鞋子都挺好的 鞋子都真挺好的 看房子 看北人之后呢 也挺好的 主要前后别的方便 关键都不能跟我合在了 吃饭的花 吃饭的花 我真挺格色的 说心里话 我挺格色的 别人家的旧东西给我 我是绝对不要的 那也不得跟随着吗 你这样就能够用 那是两回事的 那我不吃这东西 谁强怀我 我只得是不能用 我也不能吃 也不知道好阿姨见到孔熟之后 是觉得失望了 还是本身性格就过于实在 见面后的两个人啊 多多少少 有点尴尬